Hello,大家好,我是香香 今天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 因为今天刚刚是我拍视频的第20天 然后我后台的数据播放量已经超过了100万了 在这里非常感谢每一位朋友对我的支持一喜欢 今天拍这个视频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把我这20天来做自媒体的一些经验 分享给朋友,希望对就是想做自媒体或者正在做自媒体的朋友能有一些帮助 那大家最关心的肯定就是100万的播放量能有多少收益呢 现在我就给大家看一下啊,毫无保留的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我来打开后台的数据,把头条号打开 点到西瓜视频,可以看得到经过我这20天的努力 粉丝已经有11626个,视频的播放量有101万 视频总发布数的话是30个 现在来看一下大家最关心的收益 收益这一栏打开,可以看得到我昨天的视频总收录是228.31 再看一下近14天的收益分析 9月5号的时候我的收录还非常的低,只有三毛多 然后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在9月17号18号的时候就这两天爆了视频嘛 就收录高一些,有一天是300多,有一天是200多 看完我的收益是不是感觉有点不可思议呢? 我感觉我要发财了,一天200多块钱对于我来说我是非常非常的满足了 在这里呢,还是要感谢各位支持我的粉丝朋友们,谢谢你们那么喜欢香香 所以看完了,现在就分享我一个自媒体小白,这条路是怎么走的 我是8月31号发的第一个Vlog视频 然后在9月9号的时候,也就是刚好第十天的时候 那一天晚上我打开头条号发现自己突然加V了 那一天我好激动好激动,我一晚上都没睡到觉 因为我感觉就是V的话,加上了就是头条对我的肯定 也是刚刚就是起步走入自媒体的一个标志嘛 所以那一天晚上我特别特别的开心 接下来就是我的一个拍自媒体的一个心得 首先呢,拍自媒体人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不能今天一个这个人设,明天一个这个人设 这样的话粉丝朋友都不知道你是谁 然后拍了拍去,你也不知道你自己是谁 所以人设一定要清晰化,不要边来边去的 第二个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拍视频一定不能抖,一定不能晃 每一个人看视频的话,他肯定不希望看到一个抖的视频 这样的话体验感会很差的 所以拍自媒体的朋友可以去买一个稳定器才几十块钱 第三个是最重要的,那就是视频内容 有一些粉丝朋友给我留言,我是怎么拍的呀 是不是想到什么就拍什么 当然不是的,我首先会想好一个主题 然后围绕着这个主题去拍的 如果是想到什么就拍什么的话 就拍不出一个完整的视频了 所以首先你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主题 给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我今天要拍的内容 1235条,然后我全部都写下来了 我要按照这个我写的脚本 然后一条一条的拍下来 这样我的思路才不会很乱 头条的很多朋友他都是非常关心资讯的 所以的话我们拍视频肯定要抓住一些乐点去拍 比如说前段时间过中秋节嘛 我们江西吉安这边奴隶文化区 然后纪念文天祥就会烧塔 然后我就拍了个烧塔的视频 这应该也是属于一个乐点 还有就是前段时间就是那个新版的人民币不是发售了吗 这也是一个乐点 我就拿着新版的人民币 你刚好在乡下的集市买东西 要拍一些跟得上乐点的东西 人家才愿意去看嘛 第四点我想说的是拍微log 它不是拍微log 一定是你自己个人性格的真实表现的 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的人 然后你就拍成什么样子就可以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人魅力 总有人会喜欢你的 如果说你因为拍视频而去拍视频的话 你肯定也走不了长久 最终的话还是要回归最真实的自己 第五点我想分享的是拍视频 肯定就会有脑子固解的时候 不知道拍什么的情况下 那我是怎么办的呢 我会去微log频道 然后看一些优质的作者 拍的是那些什么内容 然后寻找灵感 挑一些适合自己实际情况的视频去拍摄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很频繁的 进入的都是生活的点点滴滴 不可能每一天的生活都是跌打起伏的 这样你也是受不了的 所以最多的还是一些频繁 但是在我们的频繁中 我们要把自己一些正能量的东西传播出去 不要去传播负能量一些不好的东西 粉丝朋友他来看视频是因为缓解压力 如果还看到一些就是负能量的东西的话 可能心情的话也会比较低落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还是会比较喜欢正能量的东西 因为有正能量我们才能走的更远嘛 今天我拍这个视频是非常非常认真的 所以我把每一条都写下来了 生怕自己会落下哪一条 这样子的话我就不会忘记嘛 我也是想把自己的一些经验全部传授出去 希望对大家就是能有帮助 也有很多粉丝朋友问我平时是怎么拍视频的呀 怎么剪辑的呀 我剪辑一般都是用快影跟快剪辑两个轮件交换使用的 因为快影的话就是可以自动识别字幕 快剪辑的话 它可以添加一些小图片呀 小动画呀 贴纸呀 可以丰富我们的画面感 如果大家想看我分享的话 就在评论下方告诉我 我会把自己就是平时一个人怎么拍视频 然后如何去剪辑 把这些都分享给大家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咯 喜欢香香视频的朋友 记得加个关注不要走开哦 谢谢你们的支持 拜拜